要持續追查金華城容積案 日前二度就訓彭震生 而原本柯文哲是無保請回 但是檢方是成功抗告 對此就有人推測了 認為這樣的動作是因為彭震生 他不滿只有自己背鍋 因為經手金華城的官員裡面 就只有他被羈押 柯文哲還有瘦秀沛去全推給他 才會向檢方招供新證詞 成為抗告成功的關鍵 閃離台北地檢署 台北市都委會直密 邵秀沛作為被告三號被御令請回 而一早就有人幫他說話 危機才剛化解 就在媒體前 為都委會公文展開解釋空間 被質疑隔空串政的良人 不但責任不用被羈押 而是推給他 狼狽亮槍上球車 彭震生極度不滿 所有經手金華城的官員 只有他一人被羈押 邵秀沛柯文哲全推給他 他不忍了 全盤拖出檢察官才會進行二度問訊 除了說自己奉市長指示主持會議 彭震生自己不敢簽關鍵公文 是因為對準用度跟條例認為不妥 而前前後後蓋了六次張的就是柯文哲 又得到北檢開庭 柯文哲依然不透露說辭 回顧金華城2021年9月通過後 時任都發局總工程司的邵秀沛 在次創20%的獎勵方案四出了不少地 最終拍板840%容機率 比起土木工程專長的彭震生 他更懂適用哪個法規 是受柯文哲施壓 還是也有哪好處 才會一路綠燈開到底 到底他的角色是被逼的 還是說是怎麼樣 邵修沛成為高等法院 檢方抗告翻盤關鍵 更認為柯文哲積積極介入容積案 而在邵修沛身上還能查出什麼 將會是案件核心 記得綜合報導